好 我們前面教名詞 正元跟正央 這是第一個重點 這個徐學測有考過 畫一個圖 給三個點 問你誰是正元 誰是正央 下一個是考試的重點 另外兩個名詞 就是規模跟正度 這是一個地震有多大 這個地震有多大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叫做地震規模 指著這個地震本身的大小 另外一個說法叫做地震強度 就是它搖的晃的程度 叫做地震強度 中央氣氧級把它叫做震度級 震度階級 我們就簡稱叫做震度 好 第一個名詞叫做地震規模 什麼叫做地震規模 就是這個地震所釋放的能量 前面跟你說彈性反彈學說 變形扭曲 啪啪斷裂 然後把能量放出來 以坡的形式向外傳 它所放的能量就叫做地震規模 地震規模 我們台灣現在報給你的地震規模 有一點缺點 所以呢 像美國地震調查所 都已經改用所謂的地震舉規模 地震舉規模 我的那個講義的第二頁 知識快遞有寫 你就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我們國中沒有談 但是我們現在很 尤其對大的地震而言 他們都是用地震舉規模 意思是一樣 都是指它所釋放的能量大小 能量大小 好 我們用的是地震規模 地震規模一個計算式 跟你們當初在算原子量分子量很像 有個比值 所以單位都消掉 所以它沒有單位 它就是一個數字 有小數點 氣象局報給我們聽的時候 是一位小數 規模5.6 7.2 他們自己專業人士在傳的時候 會有兩位小數 7.18 7.18 4.26這樣子 都有一個小數 所以地震規模是沒有單位的 但是有小數點 不叫做規模3.2級 沒有級 就是規模3.2 4.6這樣子 OK 那麼 重點就這個 怕它斷裂斷一次 只釋放一個能量 所以地震規模是大家都一樣 地震規模是大家都一樣的 各地都一樣 因為它是測量來的 測量可能有誤差 所以也許會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這個地震發生了 台灣說規模7.1 日本說規模7.2 美國人說規模7.2 這有可能 但絕對不會說台灣說7.1 日本說5.3 美國人說3.2 就不會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一個地震就只有一個規模 各地的測量結果通通都一樣 都一樣 沒有差別 剛才講說 地震規模就指它所釋放的能量大小 那這個能量如果在5以下 不包括5 就稱為小地震 小地震 7以上包括7 就稱之為大地震 就稱為大地震 所以考試考完 畫一個寫一個地震報告 要規模6.3 請問一下屬於什麼地震 中度地震 中度地震 OK 5以下不包括5 叫做小地震 7以上包括7 就稱之為大地震 大地震 那麼基本上地震規模到現在 沒有超過8.9 這個是舊課本的數字說 沒有超過8.9 那是1960年的 智利大地震 可是你上網查 會查到說 它的規模有9.5 剛剛跟你講過了 那個是用地震舉規模 地震舉規模 瑞士地震規模到大地震 那個時候有一個問題是 它上不去 是不是上不太去 好上不太去 它會飽和 OK 所以地震舉規模 那基本上就是 告訴你說1960年 最大地震最大 最大 舊課本寫沒有超過8.9 那麼 你查資料說 它查到它的規模叫9.5 然後南亞大地震的時候 美國大地震的時候 它9.0 而且它的規模跟我們規模不一樣 維基百科的資料 跟我的資料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我看一看一看一看 應該我記得是對的 剛剛跟你講說 它代表的是能量 5以下不包括5 叫做小地震 氣上包括氣叫大地震 規模6 規模6 約6等於一顆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能量 這個計算是用對數算的 高中才叫對數 數字每增加1 政府會變10倍 表示能量會變成30多倍 能量變成30多倍 所以 規模61顆原子彈 規模7 30顆 規模8 再30倍多少 900顆 規模9 27,000顆 好 所以 這個 所以上次 所以就是要這樣算計算 詳細的計算 我們國中也不管 你就知道一下就好 約略規模 規模6地震 約略等於一顆廣島爆炸的原子彈 而它的計算方式是用對數 所以增加1 增加1能量會變成30多倍 我們算30就好 多倍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規模的意思 重點 1 它是所釋放的能量 2 規模是唯一的 一個地震發生就只有一個規模 世界各地的測量結果都一樣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